大家午安 今天我要去買腳踏車 買的地方就是 上一集 應該是上一集 有一個黃色的 那邊有一個二手市場 那其實瑞典他們通常交通 好像大部分都是騎腳踏車為主 因為如果有看上一集的話 你有看到那一張票 就是 一張票是33塊克啦 大概 100塊台幣 但是 如果你騎腳踏車的話 從宿舍到學校的距離 其實騎腳踏車會比坐公車還快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買 腳踏車 我們到了 這個地方 它是在一個 停車場上面 聽說有好幾百台 那天我同學買的時候 他買了一台 1500克啦 今天目標找到1000塊以下 然後 看習的 而且他們有兩種煞車 一種是用 手煞車 一種是用腳的煞車 大家看這邊 這樣估計 至少 搞不好有一千台 沒有啦 應該幾百台這樣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 價目標 看一下 最貴三千五 如果是一千以下的話 紅色 黑色 這個應該是 它會貼標籤吧 我猜 我們去找一下 剛看到這一台 紅色的 1000克啦 我覺得這還不錯 而且這個是 手煞的 它們腳叉的就是 你往 腳踏板 往後踩 你看 這個是手煞腳 它可以往後踩 如果是腳叉的 往後踩的話 它就會後輪煞車 這樣 這台有什麼 先保留 試騎一下 算是還不錯啊 算是還不錯啊 不過轉彎的時候 我可能會 碰到腳這樣 這邊還有賣配件 籃子 鎖 籃子新的100克狼 二手的50克狼 所有150 150 都有 最後還是買這台 待會停下來 開箱一下 這台 腳踏車 然後我現在 再來 外面騎 這宿舍外面的 有一個 腳踏車道路 這台可以打 那個變速 只不過這個變速的 我應該 能少按 盡量少按 怕直接繞鏈就要搞笑了 怕直接繞鏈就要搞笑了 反射這一台 進距離開箱 近距離開箱 還有個這個 反射的 這是後輪 然後這個是我加買的燈 這個分別是後座燈 跟車頭燈 欸!車頭燈 這兩個 50克啦 我把這個死掉 怕有人幹我腳踏車 看標籤幹的 這台1000克朗 所以3 大概3000台幣 其實這邊也有一個燈 只不過那燈好像壞掉了 好像這兩個禮拜 只要有任何腳踏車的問題 都可以去 他們都會免費幫忙做一個 做修復的動作 算是還不錯 這台腳踏車將會是 陪伴我在瑞典一年的時間 藍色的 然後因為我有鎖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們買鎖 應該不會被幹走吧 希望這台腳踏車 可以 增過一年 OK吧一年 做錯有餘吧 然後到時候你知道 我再賣個2000 這樣如果有些人要交換 他看到我這部影片 他會不會就不買了 今天這集買腳踏車的 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 這個腳踏車 咳 咳 咳